记者苏金凤台中报道,台中大度护证事务所为让听障者顺利洽工,向社会局申请手语翻译及同步听打服务,今年就成功帮一位听障的妈妈成功办理硬件证明,护所表示,明年也会持续办理,要帮助更多深障民众。 社会局与社福团体合作,从去年开始提供护所有关手语翻译及同步听打服务手语服务,大度护所从去年就开始推动由深辉综合智能发展中心派具手语翻译证照之手议员到所提供及时手语翻译。 去年有一位市民要办理继承,要申办硬件证明,但因所使用的手语只有家人了解,而且又不是字,因此此案便无法申请成功。 今年再度有一位妇人因丈夫过世要办理继承,需要申办硬件证明,但妇人是听障且不是字,平时与家人仅用简单的手势沟通。 儿子多次来所询问,申怕无法申请到硬件证明。 护所应去年的案例,申恐妇人的手语只有家人才懂,与家人多次沟通。 发现妇人虽然不是字,但是手语表达相当熟练,因此向申辉综合智能发展中心洽询,申请专人到所服务,同时约定办理时间。 护所表示,办理当日生活综合智能发展中心派具手语翻译证照之手议员到所提供即时手语翻译,使承办人员了解林妈妈英修硬件张医师需要变更硬件并申请新的硬件证明。 而妇人也能明白,承办人员的说明知道硬件证明的用途,保障她的权益。 妇人跟家人感谢护证所的协助,让她能够沟通无障碍,称赞就是贴心便明的好措施。 大肚区护证事务所主任江银山表示,此一服务可让身障者恰功能有爱无爱好方便。 大肚护所还备有扩音器及爱情助听器,如果需要手语翻译服务,可以提前来锁申请。